创意比赛近在运通 无力的状态 当然这是在预测之中 不过你会去想到 为什么会这样子 其实就是上面有锅盖 那坦白讲 目前底下也有铁板 上有锅盖 下面有铁板 所以造成整理的形态 昨天震荡的幅度也相当小 各位看一下这个画面 昨天上面9898 那下面是9859 换句话说 上下震荡的幅度也才30多点 那以今天来看的话 画目前为止还更小一点 因为现在来讲话 震荡的幅度 现在最高涨11点 现在此时此刻 就是涨11点左右 那么下面跌11点 换句话说 以今天震荡的幅度来讲话 如果假设现在就收盘 那震荡的幅度 比昨天更小了 那所以呢 现在整个盘式来讲话 有点僵着在这边 焦着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高点就是 其实我在过去 这几天有跟各位提到过 昨天解盘的时候 有跟各位提到 这两个黑棒呢 在4月6号 4月7号 这两个黑棒呢 已经把4月5号 这根大红棒 涨137点的 这根大红棒呢 整个全部的吃光 吃干妈镜 换句话说 这个红棒呢 是白做工了 那既然是红棒是无效的 红棒的话 反弹 你再怎么反弹 都不太容易的 那么反弹的话 可也过不了 4月5号的高点 4月5号的高点 就是在9949 那个地方 所以我在昨天的 存在稿 应该是有写到 就是说 未来这几天 就算反弹 恐怕都过不了 9949 那如果说连9949 都过不了的话 换句话说 9976就不用想去挑战了 那也更何况是 一万点 更不用说了 那也就是 上面的锅盖 太明显了 但是下面呢 你又说 又没有支撑的话 也有 不然的话 上礼拜五 4月7号 为什么跌到9788 当天迅速拉出掉 上影线呢 这个下影线 长达84点 换句话说 逢低支撑是有的 而且还不弱 不然的话 不会说从跌到9788 还不断地可以拉 拉到9873来收盘的 这个下影线 长达84点 一般来讲 下影线越长 换句话说 逢低的买盘 也就越强 你今天来看的话 整个盘式 还是形成焦灼的状态 不过我先来看一下 今天上次去的第一条讯息 4月11号 8点319 分早上来讯息 台股昨天反弹不大了 所以今天应该有 继续往上反弹能力 的确 现在是反弹 我们给我看一下 现在大反弹反弹9点 刚刚是反弹到涨11点 但是这个反弹来讲的话 就是没有什么气力 很弱的感觉 今天应该有续弹的能力 只是台积电 第一个季节 就是首季引运未达标 以至于在昨天晚上 ADR下收了1.06% 这将使得台股 今天反弹幅度 也会因此而减分 那么我们随时会做好 见好就收 或者是见不好 也得收的这样的动作 这其实我最近一直 不断地跟各位强调 也希望各位能够 确实做好了一句话 就是见好就收 见不好也得收 这盘式来讲话 更何况形成如此的交组 上不上 下不下的 很多人都觉得很无奈 大美讲 这是大自然的状况 你也无力去做反扑 因为大自然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我们知道 尊重大自然 很多人都认为 是说我在讲 大自然是干什么 又不是上什么物理课 听闻课的 所谓的大自然 就是整个市场 台股来讲话 就是整个市场的一个状况 环境啊 能力啊 都算是 我在形容的大自然 所以呢 你无力去跟大自然对抗的 连外资都不行 外资顶多能够煽动得了 就是部分的个股 但是你无法去煽动 整个大盘的趋势 说一定要往上 或一定要往下 其实如果说你过去 有这样专注到 就是大盘 所谓的高点或低点 高点常常是散户追逐出来的 常常也是外资追逐出来的 低点也是一样 常常是散户杀出来的 通常也是外资杀出来的 所以高点的地方来讲话 只要你是人 都有可能去做追逐的动作 低点的地方来讲话 只要你是人 都有可能去杀到最低点 外资也是一样 不是外资就是神啊 外资就不会换错 但是呢 唯独散户跟外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说 它虽然会追逐的高点 但是呢 只要下来了 局次已经明确的往下的话 散户是不断的做摊平 不断的做加码 那外资呢 那外资呢 跟你不一样的 外资是不断的砍杀 不断的砍杀 砍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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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的砍杀 好 这跟你不一样了吧 同样的 在最低点 所谓的底部的时候呢 散户会杀 外资也是会财 也是会杀股票 但是呢 它会认错 所以呢 一旦反转上来的时候呢 散户呢 就不断的做调节 因为想说 哦 起来了嘛 赶快就 底部 那个所谓的一个 更低的点的时候 没卖 那弹起来的话 赶快找卖点 是散户哦 外资就不一样了 等到你真的底部上来的时候呢 它不断的买进 不断的买进 不断的买进 所以沿路上呢 它都不断的买进 那当然呢 底部它要买的话 就算上面它买了 又何妨 这是散户跟外资 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散户是在 沿路的砍 然后外资是沿路的买 下来的时候呢 外资是 沿路的砍 散户呢 是沿路的买 因为逢低价 马买进嘛 好了 不管如何 这是 反正我现在强调的是说 所谓的高点 低点 外资同样会犯错 不是只有散户犯错而已 那现在话说回来就是说 因为毕竟 整个台北股市 上面就是有压力 这个人讲过很多次了 上面压力呢 是来自于技术性的一个情况 比较明显一点 那么在上礼拜 我们回来看一下 上礼拜就三月份嘛 你现在看一下 为什么这个红棒上去之后呢 无功而返 会再跌下来 然后继续行才整理 那现在再往上的话 坦白讲 就算往上幅度也不会太高 我刚刚讲了 连这个高点都过不去 那更不用弹9976了 为什么会这样子 其实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 这周线的格局 周线还看不出来了 月线会比较明显一点 月线来看的话 你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我们把这个杂线都去掉 什么事情呢 你会感觉到说 这个几乎都没有在休息的 每个月都一直往上 每个月几乎都红棒子 那如果说一直红棒子的话 你怎么去挑战这个 你起码要稍微整理一下嘛 整理一下之后 要挑战100一次再说嘛 你不能完全不休息 不做一个整理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 在台股在上礼拜之后 红棒上去又黑棒下来的原因 因为这个地方整理太短了 整理期太短了 短到是连月线都看不出来 你在做整理 懂吗 这样了解哈 所以我在上礼拜的时候呢 即便是这个中秋 不是啊 清明节过后头一天 即便是涨了137点 我可没有建议各位去做买进 我们会员也没有做买进 因为那天买进来的话 台股讲还容易受伤的 我又没有放空 我想大家心里有数 除非你是没看我节目 或者是说你这两天才看节目 我那天放空 当然也有做回补动作 我只是告诉各位就是说 逢低该 不是啊 就是该建好就收 你还是得建好就收 建不好你也得收 因为你判断方向如果不正确的话 不该下车 不是不说不该下车 你如果说原来没有设定好 这个位置下车的话 你也必须得做出下车动作 为什么呢 因为股价不按照你原来所设定的方向去跑 所以呢 既然是往往方向去跑 你建不好 你还是得收 这是应该要做的事情 各位看一下 这个目前的大盘来讲的话 恐怕还是焦灼了 现在是涨12点了 感觉上好像涨很多 不好意思 从早上到现在为止 都最高就是这样子 涨12点 现在是涨7点 涨6点 我们各位看一下 昨天是什么能搞 昨天是4月10号 昨天是小涨9点 那我看这个六号线的部分 我在上个礼拜 我曾经就技术面提到 那由于4月6号 4月7号 两只黑棒子了 完整地吃掉了 4月5号的大红棒 所以呢 那么随后的日子来讲的话 不只恐怕指数反弹高度会不高 像今天目前为止也是一样 然后什么反弹幅度的问题 现在才涨12点 涨11点 盛起来将会高不过 4月5号的高点9949 好 现在指数是9894 涨11点 那9949是什么东西啊 我们再回头来看 就是4月5号的高点 9949 那么我昨天才能搞当中就写到了 就算你这个地方会有反弹 而且本来就应该要反弹了 不能不反弹了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根4月7号的低点 能够拉出一根84点的下降线 明显地感觉到一个 从低一点往上反驳的力道正在形成 逢低的买盘也的确是蛮强的 绝对不弱 不然的话没有本事拉出这一根下降线那么长的 既然如此的话 当然这礼拜一 包括昨天 昨天礼拜一 包括今天礼拜二 都必须要不断地往上反弹上去 但是这一股怒火 把指数往上烘托上来的怒火 指数呢 会反弹是没错 但是这一股怒火 没办法把指数 称高到达9949就上 这个在昨天的传练感当中有写 我还没练完 那事实上呢 在昨天早上的解放当中 也有提到过 所以你不要想如飞飞 哦 今晚基础又爬起来 想说爱因又要创新高 告诉你 没办法 连这个高点9949 都恐怕 暗然过关 各位看一下 所以圣血将会 高不过4月5号的高点9949 换句话说呢 我初步判断 整个四月份 台股还是无力挑战9976 因为你挑战9976的话 你就必须得先过9949嘛 很简单嘛 那问题是 如果9949都摸不到边 那9976就更不用说了 好 所以当然也无力去挑战万点了 这个就是我在昨天所预测的 就是说 虽然昨天才4月10号 今天也才4月11号而已 但是我初步判断 整个四月份的一句话 台股是无力挑战9976的 当然也会无力的去挑战万点了 然而这种预测呢 终究还是需要时间去做印证的 做验证的 因为我讲话不算数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凡人一个 我只是凭借一个分析师的 分析能力来跟你做预测 不代表说就真的成为胜值 我是这样跟你做预测的 所以还需要时间去做验证 但是既然我都这么说了 我已经做出这么预测了 其实就是要提醒各位怎样呢 在当下 当前台股指数高点 如果是有限的情况之下 股票能够向上发挥的空间 自然是不大的 而往下沉沦的可能性就会存在 所以在操作上来讲话 不能没有借心 更不能完全排除空单 并且的策略 只是附带一提的是 因为目前台股 虽然无力大涨 但是逢低买盘确实也不弱 所以即便做了卷空的动作 请你暂时先短空为之 而非万里藏空 目前来讲话 其实我一直都没有鼓励各位 做太多的放空的动作 我宁可建议各位 用做多的方式来赚钱 因为好歹 这个盘式还是拼向多头 各位看一下这个画面 整个画面来讲话 都是一个多头的形态 就是往上加多头 往下加空头 这很简单 往上嘛 就多头嘛 那既然是往上的格局 往上的一个形态 所以尽量是用做多的方式来赚钱 但是我现在跟各位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因为你现在9976 暂时还过不了嘛 不要说9976的 你上礼拜三的高点 9949都摸不到 那既然摸不到的话 你现在指数在这边 往上空间就变得很窄啊 没什么空间啊 没什么空间 要不然去 往下呢 往下我告诉你 真的有路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能够既然在上礼拜五一度 跌掉到9788 比之前的低点来得低 那我们就必须再想了 你既然能够创新低 谁知道 未来明天 后天 大后天 会不会更低 这种可能性绝对是存在的 你只要再创新高 那就表示 你随时有更高峰出现的可能 但是你只要创新低的话 当然你也有可能随时会创新低啦 对不对 你只要 不管你多一点多两点啊 低个一点 低个两点 都有可能再创新低 所以在上礼拜五的时候呢 虽然那一天拉出来让我们藏得下一线 但是你低一点就来到9788啦 且不管是不是因为美国什么炸了炸了那个炸药的关系啊 炸弹嘛 然后战斧飞弹嘛 不管啦 反正你就是指数创下了新低 既然创下新低的话 上面又有高点板压 那表示这个指数呢 震荡这里或许 但是呢 高不过去 下来就是有机会了 下来就是有机会了 所以呢 换句话说呢 现在来讲的话 操作的理念上 或操作的策略上 你不能说 我就是要做多而已 做多 OK 整个扯举还是往上是没问题 但是呢 我还建议你 不能完全回避掉空单的避险的可能性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上不去的话就往下掉啊 即使不可能就在那里面的经历啊 不可能这样形成一个平行 形成一个静止状态啊 它飞上即下嘛 但是往上的空间那么小嘛 往下的空间就有了嘛 那既然往下的空间有的话 为什么不能做空 当然了 你现在不能说万里长空 你不能讲说 我现在放空下去的话 等到跌个一千点 跌个两千点 我告诉你 现在目前就是没有这个能力 美国股市也没有进入空头啊 都还在多头啊 比方说美国股市 德国 法国 英国 这些欧洲的股市 还包括亚洲的股市 都是一样 那既然都如此的话 整个国际股市 都没有形成进入空头的这种 这种强迫性或击迫性 台股为什么要进入空头 所以你就算放空的话 我建议你还是在短空为主 各位了解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我们最近 连放空都是在小心翼翼 见好就说 各位看一下 这4月7号的回补的 我们4月5号那一天 大涨137点那一天 我们进行F凯森的放空 放空下去 那你也知道隔天大阪 就不是跌了吗 再隔天大阪又跌了吗 唯独涨的就4月5号那一天 清明节过后同一天 大涨137点嘛 我们放空下去了 我们可不是追逐哦 放空下去了之后呢 4月7号赶快回补了 因为我不认为 孙仙大盘呢 必须得万里长空 空下去得补 这样了解吗 好 当然有些股票来讲话 我一直采取一个策略性的 就是战略性的操作 所谓的战略性啊 就是属于比较破战性的 而不是急于求证的短线的获利 这个的确是短线的获利 能够赶快落袋为人 赶快落袋为人 因为毕竟目前的盘是偏向多头为主 不是空头 那既然放空的话 潜藏即止 受攻落袋为人 好 但是呢 像宏达电来讲话 你就宁可用战略性的持股 这两股票 目前还在获利之中 昨天它跌了一个黑棒子 我们先看一下 3月22号切进去之后呢 3月28号呢 你看看这根红棒 不是红棒的 这根上线拉到多长 都要达到80块钱来了 以当天收盘77块6的话 我们都赚钱了 那更况是 如果说以昨天来讲话 收盘是多少 78块半 那现在看 我如果77块6都赚钱的话 那78块半 是不是还是赚赚钱 那如果说以算到今天来讲话 你可以看到 现在目前为止是多少 78块8 都还在小涨3毛钱之中 当然这档股票 还在获利之中 只是说我不急于下车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下车 如果说你急着去找别的股票 问题是大凡的稳定度不高 而且更况大凡目前能够操作的空间不大 所以呢 你宁可这档股票的话 因为是安全性的 那所以呢 我们就采取一个比较偏向 波段性的 战略性的持股来做操作 那当然如果说下车之后的话 我立刻会找别的股票 让你再形成三档股票 因为最多就不会超过三档的嘛 这样了解吗 所以呢 该获利下车 该若带为然的 我会做 那如果说这档股票 我见好就 见好还未必收 那是因为 我要把它视为一个战略性持股的 这样了解了 好了 我们先起下 立刻回来 立刻呢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并打赌铺 蔡老师 脸书社团成立了 立即搜索 登月十倍数 或扫描QR Code加入 让您掌握标股 或立加速 0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并打头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并打头顾蔡老师 脸书社团成立了 立即搜索 飞越十倍数 或扫描QR Code加入 让您掌握标股 获利加速 0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并打头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迷惊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今天来到这古色古巷的地方 要带大家远离城 笑 嘎嘎嘎 蚊子这么多 小心干燃灯隔热 大家一起来 清除支撑员 盆栽底盘 宠物饲料容器 要经常刷洗干净 避免温暖附着 雲后沟屋顶排水槽 每周清理 不阻塞 参与员除水桶要加盖 不使用的桶子 要导致晾干 避免再次积水养纹 瓶瓶罐罐要倒干净 再回收 预防灯隔热 清除支撑员 大家一起来 Action 各位好 欢迎回到飞跃设备室现场 我是参与嘉 那么今天是礼拜二 台北股市的一个上下震荡的幅度 比昨天更狭窄 昨天上下好歹 还有三十几点 今天目前回来看的话 更小一点 各位看一下 今天最高目前为止涨14点 最低跌11点 换句话说上下25点 那当然了 因为现在距离收盘 还有蛮长的时间 还有三个半钟头以上 所以说不了准 但是如果说以这样子一个震荡幅度来讲 是相当狭窄的 我试问各位 如果说像昨天也是一样 像昨天上下30多点 上下震荡的幅度相当小 那今天看起来的话 也是半斤八两 甚至更窄一点 更小一点的震荡幅度 那我请问各位就是说 像这么震荡幅度 那么狭窄的话 你操作股票 你会选择什么样的股票 其实我告诉各位 像这种震荡幅度那么小的话 大型股就不用选了 大型股就不用选了 因为大型股的一种话 震荡起来的话 指数就一定比较大 如果说大凡指数那么窄 那表示大型股 是根本没戏可唱 所以如果这个节骨眼上 你去做大型股 坦白讲是没有利润可求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一下 如果说台积电好了 台积电今天算是有偏利空的 因为第一季没有达标 今天目前为止涨了一块钱 但是又如何 因为昨天就跌一块钱 所以这几天来讲话 玩它是可能会被玩 真的 这整理形态 就很标准的整理形态 一直在整理 没什么好玩的 对不对 同样的鸿海也是一样 鸿海在上礼拜 除了在4月5号那一天 冲天炮一冲 跑到那么高的地方来 但之后呢 如果说你那天追逐进去 不好意思 连刷这几天 里面经历了 没有什么戏可唱 对不对 这四天内讲话 里面上东海 害过来害过去 所以我现在跟各位提到 这几档股票 这几档 就是台积电跟鸿海 因为他们是指标性 非常浓厚的股票 你们操作这两档股票 或操作其他大型股 以短线来看的话 其实没什么利润可求的 那如果没有什么利润可求的话 你干嘛一定要做大型股 因为大反正只是空间变载的嘛 变载的话 通常不是做大型股的 是最佳时间嘛 那当然因为我刚刚提到过 上面有锅盖那么明显 下面来的话 还不晓得是万丈生育 还是什么的 但是至少以目前来看的话 你要说用操作多单 要做一大段路 强取好多 目前就别想了 但是呢 你可以用怎样子的 一个避险单 或者说做比较中小型的股票 不管是高价 中价 低价 都一样 反正中小型股票 可能在这个地方 反正会有一军突起的好机会 通常就是大型股 没戏可唱的时候呢 反正是他们能够 表现的空间就出来了 好 当然了 因为大盘是往上的空间 比较窄一点嘛 我刚刚提到过嘛 往下空间是可以想象的嘛 所以你目前操作来讲的话 你不能完全的用多单来做 做你的核心持股 然后万一大盘掉下去呢 大盘掉下去的话 这整个一篮子的股票 不是全部都化为水滩了 这样的话不行啊 所以我们在最近操作来讲的话 你可以看到 我们有放空 但是放空我也有立刻会回补 反正就狭风中求生存嘛 现在能够赚多少 就算多少 能够算强取好夺 我们尽量强取好夺 你现在看的话 就细品了 这4月5号做捐控的动作 就是大涨137点那天做的动作 借台股涨去捐控补股票 坦白讲如果说以现在收盘 现在来讲的话 细品我们都还不算是赚钱 但至少就是没赔钱 为什么呢 因为它胶着在那边嘛 但是我们用放空的方式 来静静的等候 这是目前细品的操作 还有呢 另外一档股票大同 在4月7号上礼拜五做进场动作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选择这一档呢 因为它有董监改选 经营权之争 那热潮之中 趁大盘铁来买股票 以今天来看的话 今天来看的话 大同目前为止是涨了两毛半 因为它股价低啊 低价股啊 那事实上以目前来看的话 大同我也没赔钱了 这就是要告诉你 就是说我们目前的思维来讲的话 就是宁可先避开大型股 因为大盘的操作的空间变窄了 你宁可不要操作大型股 反而在其他的股票 或许有什么经营权之争的啦 或者或许有什么提产性的啦 你反而可以琢磨的空间就变大了 想象空间会变大了 然后当然能够赚钱的可能性也变大了 知道吗 好了不多说了 因为时间也到了 那么最近找我们的 我还是跟你提醒啦 如果你喜欢操作中高价位的股票的话 你可以选择非要家族来做加入 如果你喜欢操作中低价位的股票的话 你可以选择十倍收费人来做加入 那当然如果说你中高价位 中低价位都有在操作的话 你可以选择的是超级双翔炮 的确它目前是我们电话询问度比较高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持股兼具了 非要家族十倍收费人的股票 当然不管什么样的行情起来了 它都不会让你行情掉落 获利自然是无法当的 记得电话这里广告里面 祝福您今天股票操作顺利的 谢谢您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最织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运达公布蔡老师 脸书社团成立了 立即搜索飞月十倍数 或扫描QRCO加入 让您掌握标股 获利加速 027810909 27810909 轴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昼业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底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公布0227810909 0227810909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